就是說為什麼要支持FACE 我想這個議題也是很有爭議性 是 這個議題 其實我首先要講的就是說 我相信我沒有辦法 替所有的受害者 或是受害者的家屬 去表達說他們是不是要原諒 或是他們要支持或不支持 因為其實死刑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非常嚴肅 而且它的這個 範疇其實是非常廣的一個議題 那為什麼我會 就是我會說出我沒有辦法支持 我沒有辦法支持死刑這件事情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從仲邱的案子開始 其實我本身 因為我是一個被害人的家屬 那我去開庭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我連那些就是被告 我連一眼我都不想看他 那我在開庭的過程裡面 就是有時候那個辯護人 他會講出一些很傷害家屬的話 那那時候我都會跟邱律師講說 我真的很想過去把他的就是脖子扭斷 這我會作證 為什麼還可以 就是說因為你已經是受害者 為什麼他還可以講出 對那他就是 所以就是說他不是說他要把被告脖子扭斷 他是要把被告的律師的脖子扭斷 這個很重要 因為那個律師的講話就是說 一直在傷害家屬 對 對 所以其實 所以是非常痛苦的一個 對其實我可以理解說 就是身為一個就是被害人 或是被害人家屬那種心中的憤怒 那其實你要去原諒這些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 仲秋的這個案件 其實如果大家能靜著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掙扎的一個過程 因為仲秋他曾經是因為做錯事情 所以他在這個軍中的這個 就是他們的所謂他們自己的法治的體制下面 被抓去金碧市關 那因為這個國家的權力 然後他沒有經過中間一些 就是可以被先來的一個過程 他就被抓去關 那關了之後他在裡面被虐死了 對所以這是一個國家權力的一個濫用的一個狀況 像害死了我的弟弟 對那但是我後來變成了一個被害人的家屬 那我可能會去很震恨這些 這些被告 所以其實我的一個角色其實 我是在這個國家的這個權力裡面 其實我是一個感受非常深刻的人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了解說像蔣國慶的案件 然後像蘇貞和的案件 到現在的鄭新澤的案件 那在這些案件裡面 就是我會看到說他們好像是中求 雖然我說那個完全不能說完全等同 但是他們就是受到這個國家 這個司法的這個體制下面迫害的一群人 那在這一群人的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底下 我覺得如果就是鄭新澤是我的弟弟 或是我的哥哥 他是一個沒有辦法去證明說他有做這件事情 但他就被判了死刑 那這個他也是監察院認定的一個 院案的狀況底下 我怎麼有辦法去支持說 你現在就把他抓去就是槍決 我覺得我是沒有辦法認同這樣的 國家暴力的體制底下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要回到說 這個是一個國家體制的問題 對那在這個國家的司法體制 還沒有辦法完全的去避免這樣的錯誤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保護這些可能是冤錯案的這些人 但我也知道說就是失去行人的那個傷痛 然後你的那個憎恨其實是很難很難去消滅的 但是如果你再去看到這些冤錯的案件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那你也會 這個心態你也會有一點轉變 因為其實在中心化案件之前 其實我也是一個支持死刑的人 因為我覺得你做錯事情你就應該被懲罰 對但是你如果換 就是走過了這一招之後 你換了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對這件事情 你就會有抱持著另外一個態度